今天我講的故事就是來自於我在大學時期 地方在北京 當時我跟三位大學同學去北京 我們其實是預約了一間酒店 這間酒店也算是一間大酒店 是很光亮的 我們去到下機後就在機場 然後就乘車去那個地方 下車的時候就發覺 為什麼不對勁呢 這間酒店看上去整個案場是黑白色的 好像是掉落了的石屎一樣 好像是一間鬼一樣 我們就進去跟卡塔的人說 我們訂了我的房間 卡塔的姐姐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沒有了房間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四個人都不知道走去哪裏 而且又人生很不熟 那裏死都不肯走 然後另一個姐姐跟我們說 不知道白樓還是不知道 是雙數層的 就跟我們說雙數層有兩間房間 看看我們會不會進去睡一晚 我們見有房間當然會進去睡 然後拿了房間之後 我跟另一個女生就直接上白樓 我們就進房門之前 當然是遵守規矩 就敲一下房門 然後才參加進去 進去之後是我們開燈 那我的Rome 即那個女生 她就第一次進去廁所開燈 因為她說她很緊 放一些東西就打算走進去 看看有沒有燈 開燈 開了很多盞燈 都沒有電 我不知道是不是沒有電 總之是沒有開燈 開不到燈 然後我再試看看有沒有小燈 可以開到 床頭燈那些都開不到 但是唯一只能開到的燈 就是廁所燈 然後呢 當我們想打電話 進去Reception之大 的時候 另外那兩個同行的男生同學 他們就打了我們的 就是我們房間的電話 然後我就說 喂 這樣 那兩個男生就說 欸 欸 你們快點撿東西走 然後就問她為什麼 她說你不要理著 先不要說 下到來才說 總之你撿東西走快點 我們就沒有在意 她好像很急 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們就馬上撿東西走 拿起東西走 到去Lobby的時候 那兩個男生跟我們說 因為當他們進去 改一層的時候 他們其中一個男生敲門的時候 聽到裡面是反敲出來 敲了三下 就拆過房間進去 開門的時候 然後呢 那個男生說 看到有個影子是飄了出來 他們都沒有說話 都沒有說話 因為只有其中一個男生 說他看到而已 另外一個不知道 當時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們進去 房間 又是全部燈都開不了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馬上打電話 去我們房間的號碼 叫我們馬上撿東西走 即是她的房間又開不了燈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like和share 還有訂閱我們的炮谷頻道 按鐘仔 還不想聽我們的鬼故事 記得留言 或者你們有什麼親身經歷 都可以告訴我們 留言說 box 寶審 已經過了 整頓 操 部